洛杉矶更安全工作的规划是在恢复地方经济繁荣的同时 按着投资及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前提下 与商家、员工、消费者及他们所服务的社区 能尽力保障相互之间的安全 今年网络会议就讨论洛杉矶的小企业 如何能够保持工作地方更加的安全 据报道洛杉矶县本周启动了拜登总统在国情资门宣布的 从检测到治疗的新冠计划 该计划旨在有现场诊所的指令药房 为所有接受检测或可出示新冠检测结果的感染者 提供免费的抗新冠药丸 该计划中提供的抗病毒药丸是由辉瑞公司生产的 PEX-Lawade和默克公司生产的Monopairware 他们可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的新冠病症 人们希望这些药物可以进一步降低新冠高发人群 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几率 这些药物的好处之一就是 他们比注射药物更容易给药 洛杉矶更安全的工作的规划 是在恢复地方经济繁荣的同时 按照投资及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前提下 与商家、员工、交费者及他们所服务的社区 能尽力保障相互之间的安全 洛杉矶线的商家们有资格收到免费的个人保护设备供应 其中包括符合健康法规方针的口罩、快速新冠试剂、N95口罩及洗手液 经由戴口罩接种新冠疫苗及定期的做测试 我们可以持续保护我们自己 以及保持一个社区的安全 近日的网络会议就讨论了 洛杉矶小企业如何能保持工作的地方更加安全的问题 我们继续支援责任的成员 责任的商人保护供应 与手保护属股 与手保护服务 像皮股、面膜、複利益、相抵护肤、眼览、手指、眼的手指、 这个群组是还真正的 季度,在2020年 The county and PPE unite we distributed over 51 million units of PPE to 66,000 businesses to help them keep their workers and patrons safe and their doors open.